新英豪首假日是8座 5月最賣座的樓盤就是元朗 有豪盒 全新樓有便宜過二手價 所以好買得 首批單位210個 即入固青 發展商城市加推141伙 樓層高了 所以單價去到16000日 赤價比二手貴一點 我們看看開房式的2磅或3磅有什麼特點 這間就是D室 入門有小圓關 這個可以放一個鞋蓋位 然後一個長型的廳 一字形的廚房 有一個露台門就是用巴士門 這裡有個隔音玻璃 前面就是Gran Yohu那邊 廚房就一字形的 基本上工作檯面不夠 但OK的 所有家電都陷入式的 一個垃圾桶 這裡還有一個餐桌 入到小的睡房 浴室有窗 主人房蠻好的配置 所以太小 這裡就放衣櫃 然後這裡就有線大的隔音瓶 都放在窗台位 非常好 看的景觀就是看新園中的內圓 再看一點 這裡有個閣窗 元朗那邊 都可以山景 這間就有A單位 入門有小圓關 還有入門有個窗 這個挺好的 然後做了一些餐櫃 一字形的廚房 還有客廳都挺大的 這邊可以放電視 一個大露台 看出那些路軌 那些列車走走都挺舒服的 即是有點動態 廚房的空間一定不夠 基本上一列桌面 你要利用餐桌去做一些工作桌 但事實上它自己本身有餐桌 小朋友的房間 基本上三尺床 然後就半額玻璃 然後衣櫃 其實挺同趣的 浴室都可以的 基本上三件套 洗手盆座設 淋浴 最重要是有窗的 主人房的設計挺有趣的 它做了一個床樓櫃 這裡就遇留了一個衣櫃 有一張桌 看出去的景觀也不錯 這裡人們就是一個小的圓關位 走進去一個長型的客飯廳 看出去這邊就看Yohu那邊 新元朗中心 那邊就是Yohu 新元中 再轉過來 有一張餐桌 這個就是L型的廚房 其實它做了一個收納式的餐桌 桌面挺多的 而且調味料放在這裡 下次就用拖門 麻雀需要用五藏俱全 這裡有兩間房 但是兩間房的設計上其實挺有趣的 它做了半個窗 因為後面有分體 所以用了這些紙包去擋一擋 設計師會想想 另一間廁所 但它不是一個肚子的設計 主人房這裡就做了一個裝飾牆 然後一張床 然後一張梳妝桌 細小的 還有它有一個隔音瓶的 有一點浪費位置 但看上去也不錯